哈喽,大家好,我是Jan 今天来做双色抹茶蛋糕卷 春天来了 怎么能少了这一抹率 跟上次做的瑞士蛋糕卷做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次我用了一个更大一点的烤盘 所以配方的重量是有所不同的 在混合好的牛奶和油的混合物里面 塞入低筋面粉 用一个打蛋器把面粉混合均匀 现在我们把蛋白和蛋黄分离出来 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是六个鸡蛋 把蛋黄加入到面糊里 把蛋黄拌入到面糊里面 还是用打蛋器画滋滋形的手法 这样就能快速的把鸡蛋混合到面糊里面去 大概过了一两分钟 面糊就达到这样一个缓缓流动的状态 质地非常的柔滑 用刮刀把碗边的面糊挂进碗里来 在另一个小碗加入抹茶粉 用热水把抹茶化开 搅拌到直至无颗粒 我们先把搅好的抹茶酱放一旁备用 在蛋白里加入几滴柠檬汁 用中高速打发 当出现到大的鱼眼泡的时候 加入三分之一的白糖 再继续打发 当出现细腻泡泡的时候 再加入三分之一的白糖 继续打发 直到出现清晰的纹路时 我们加入剩余的白糖 转中低速打发 直至提起搅拌头出现小弯钩 将蛋白霜就已经打好了 我们舀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加入到面糊里 用翻拌的手法 把蛋白霜拌入到面糊里 当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现在我们把面糊倒入到蛋白霜里 用打蛋器 翻拌均匀 直到两种颜色完全融合在一起 翻拌的时候 有一点消泡泡 那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要 动作要比较快一点 取出三分之一的面糊 倒到另一个大碗里 加入抹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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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们全部都混合均匀 这是我今天要用的烤盘 11乘以16英寸 我们把原味的面糊倒入 把面糊摊平 在均匀的倒入抹茶味的面糊 在均匀的倒入抹茶味的面糊 用刮刀饼 在面糊里画姿字形 一定要画到烤盘的底部 提起烤盘 震动一下 把大泡泡震破 放入预热好325华氏度烤箱 烤25分钟 先让它放凉几分钟 再来脱模 看着漂亮的双色抹茶蛋糕 用餐刀在旁边画几下 这样方便脱模 质烤口 趁着蛋糕还有余温 我们先来卷蛋糕 把两端的蛋糕切开 因为边边的话会比较干 卷起来的话也不好卷 容易开裂 这样切着 把这头尾都去掉 抹上你喜爱的果酱或者奶油 我今天用的是黄桃酱 把它们都涂抹均匀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提起油脂的一端 把蛋糕卷起来 你也可以借助擀面杖 把蛋糕卷起来 最后借助擀面杖 把油脂拉紧 这样你就得到卷得 漂亮紧致的蛋糕卷了 卷好的蛋糕卷 放入到冰箱里面冷藏 两小时定型 冰箱取出蛋糕卷 把它切成你喜爱的厚薄片 哇 看着漂亮的双色抹茶蛋糕卷 真的非常的可爱 手感非常的松软 一捏马上回弹 口味清淡 湿润 真的是茶余饭后不错的甜点哦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